一 二 三 大家都喜欢吧 然后就是找了一些老师 就是会一点的 但是那时候他先生 他先生那个张芳红 他先生会试了 但是他就是一直给我们的 这也是我们的义工老师 我还以为买客人 买客人也是我们的义工老师 基本上都是义工老师 然后还有高人 我以为打了小朋友 83岁 他现在有83岁了 就是从素描开始 就是你看到我们的那些作品 全部都是大家 都是从零开始 老师从怎么样 哪一次千语开始 因为笔写字不一样 然后一点点开始学 就是2018年开始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因为 申请到政府的安省的支柱 然后我们就请了一些专业的老师 过来给我们上床 然后我们请了那个 有那个中国化的老师 然后有那个丙烯油画 丙烯油画的老师还是百大高材生来的 哦 啊 好看 好漂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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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是 我們上了水彩畫 大家特別喜歡 因為一開始我們是 我們一開始就是 每一個都讓大家集出 就很出現到自己習慣什麼 然後我們就等他們 什麼都安排 各種都集出一下 然後根據你自己是愛好 黃老師主要是在水彩畫畫 他教完了 安排的八集測 十幾課了 大家忘了十幾課以後 大家還想學 所以我們正好又會退去 十幾上班 藍藍館後來就不去了 然後就把那個錢就是繼續上課 所以就把他的課一直延到三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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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